随着奈良刚攻大的杀球出界 李子佳成功捅起今年的第二个冠军奖杯 也成功在五个星期 完成四个赛事 晋级三个比赛 夺得两个冠军一个亚军 这次战局可说是跌宕起伏 比赛过程中 奈良还战术性地利用意料暂停 来缓冲李子佳的节奏 这次的对抗 小李的改变已经逐渐显现了 在不能一拍杀死对手的情况下 小李通过前后调动对手 提升自己杀球得分的机会 不仅如此 小李批杀的威胁性也很高 给足了奈良防守上的压力 一旦奈良愉悦就球 重心被拉扯后 往往小李都能更快跟上往前 赵成击杀 第一局的小李虽然没有很多的杀球 面对防守较好的奈良 小李只能选择先杀第一拍 拉扯对手重心 然后跟上 扑杀往前 球才能得分 15比12时 奈良还是不忘训练对手的体能 但是最终紫佳若如下风 最后虽然奈良顽强追到20比19 但小李通过快速调动奈良的正手区 造成奈良回球不到位 成功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局 小李一上来 便来个乌鸦坐飞机往前跳扑个分 而后奈良提速 小李虽然跟得上来 但是失误率提升 中期的小李失误开始变多 分数被被拉开了8分 到最后小李决定暂避锋芒战术性放到第二排 决胜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小李被奈良打出5比 可说是天崩开局 但是好在小李逐渐找回状态 2比6时来个反手批杀 打了奈良的措手不及 比分来到5比7 双方比拼南双快球 小李拿分 第三局得奈良的防守很好 小李硬是杀不死 蛮力对奈良的效果并不动 小李努力追分后 比分来到9比10 标准得多度强 从这球可以看出小李的往前技术确实有慢慢进步的 休息回来后 小李仿佛换了个人 整个专注度提升了不少 出球也很谨慎 一有机会便抢光 比分一路领先至16比11 奈良直接请求医疗暂停 破坏子家的进攻节奏 毕竟奈良看起来并没有大碍 而且他之前也用过同样的战术 而战术也奏效了 奈良也因为小李两个出界球 竟然把口纯追到18平 两位的攻防也是非常精彩 一起来看看 最后小李也以21比18 赢下超级500级别的澳洲公开赛 为奥运积攒了不少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赖佩军与林秋仙女双也拿到亚军 也是今年马来西亚首个代表女双竞技决赛 看到这里的你们 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欢迎关注大木 随缘看到大木分享的下一期视频